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光是股息可以领到440万 他从你怎么做到的呢 马上要来请教到的是孙丽教官杨理玄 小竹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到现金过来 是 教官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数字嘛 440万 因为其实这数字真的相当的可观 那我想应该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应该都跟我一样好奇说 你到底花了多长的时间才可以领到一年440万这个数字 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啊 很多存股族很多投资人都会说 教官你是不是拿了非常多的钱出来去做投资以后呢 才累积到这样子哦 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就是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其实我从96年开始投资股票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想说一个月拿5万块去投资6%值利率的一个标的 那么我隔年是不是每个月就有3000 我每个月这样做 因为当时我跟我太太 我太太是公务员 我是军人 我们决定不要生小孩 当时是决定不要生小孩 那我想说那我们这样每个月存下5万块买6%值利率的股票 隔年呢每个月这样做 隔年每个月3000 10年3万 20年以后每个月就有6万啊 我觉得这样子 如果我还能够做到退休 那么20年以后我每个月的退休金再加上 6万块 我觉得日子过得还不错啊 所以我从96年开始就投资股票 那刚刚亚足说教官完了那个连续三年玩股票超过百万股息 我听了我就非常的感觉很怪 因为以前只要人家跟我讲说你玩股票 我就觉得我们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一个观念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在市场上面或者说一般的投资人听到你说投资股票 他就觉得是一个投机的行为 甚至于我在军中或者在学校的这种比较保守的一个领域 其实以前的观念都非常的保守 那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我花了多少时间达到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程度 其实主要的原因在96年 我开始这样一直不断的在做投资 一开始我就去选择了非景气循环股 那一直投资到大概在101年 到了101年的时候我被动收入已经超过了主动收入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教官你被动收入有多少 那我先讲就是说101年到103年连续三年的股息收入 来自于被动收入的股息收入超过百万 那当时呢也超过到了103年已经超过了我的薪资收入 那当时我在大学 我毅然毅然我在思考了一件事 我的学校的工作我要不要辞掉 我当时为什么要辞掉 我思考这个问题是当被动收入超过主动收入的时候 大学的中校教官薪水是比照副教授的 所以相当于来讲的话 我们所发现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发现大学教官通常不会申请提前退休 那我决定申请提前退休 我的阶级还可以再做6年 我就申请提前退休 那当时呢被动收入超过主动收入 申请提前退休 你会说教官那你一年会少多少钱 70万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 虽然被动收入就是来自 就是薪资收入来自于工作上面的薪水 一年少70万 我的实质所得有没有减少 没有 雅尊你想想看 薪资所得一年130万 薪资所得一年130万 被动收入又超过主动收入的话 那这样我的所得税率会不会超过20% 绝对超过 可是呢我当时我就思考 我太太育婴留职停薪即将其满 即将要满 就是我老大出生之后 我太太就孕婴留职停薪 那后来我老二出生也跟着 继续孕婴留职停薪 所以总共孕婴留职停薪 五年半的时间 我太太即将在我小女儿满三岁的时候 即将要返回学校上班 那这时候我就思考 那我小女儿跟我大女儿 我如果找保姆来雇 一个要去掉一万五嘛 保姆嘛 两个要去掉三万块 那一个月去掉三万块 一个月去掉三万块 我每天还要开车 从龙潭开车到台北去上班 车马费油全又去掉一万块 那实之所得来讲的话 我反而一年要去掉多少钱 我实之所得 我反而 我省下了这些钱 我自己来雇小孩 我还省了每天那么的疲劳 那这样的实之所得 再加上所得税率 因为我们的退休金在一定的收入底下 其实是不克税的 它就有效的可以把我的所得税率 从20%以下 向下大幅的调降 这样子实之所得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少那么多 那就像教官刚刚说的 教官其实你都在投资一些 像是非景气循环股 因为大家都在讲 说像今年的这个八九月 股市我们都说是上冲下息 像比如说一天就跌个一千多点 很多投资朋友真的是都觉得很心慌 那像你提到这个非景气循环股 你是怎么来去选择它 我们应该要怎么来去做投资的标题 好那我举个例子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非景气循环股 这个牵扯到就是说 我爸妈以前投资的时候呢 那个年代 民国78年到80年代 那个年代 其实他们亏了非常多 因为毕竟他们是工厂工人 好那非景气循环股 它的意义就是说 第一点不管就是说 有没有钱你都要用的 好有没有钱都要用的东西也很多啊 你说教官 我今天出门坐公车 他算不算 他算不算也是 有没有钱都要用 是啊 有没有钱都要用 另外还有个条件 你必须要有独占或寡占的利基 这个意义就来了 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外面吃早餐 这个早餐店呢 你看他生意很好 可能某一天呢 突然隔壁间又开了一间早餐店 所以在国内的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非常显著 比如说过去疫情的那三年 我们发现很多的上次贵公司 哪怕做电子的 哪怕卖鱼的 可能都要出来说 我要扩增口罩的生产线 这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所以有一家公司的法说会 我有听 其实我们投资人有空就去证交所的线上引引法说会 我们去听那个法说会 有一家公司董事长他说非常好 他说只要你花钱买机器回来 就能生产的东西 这个行业我绝对不投资 因为为什么只要买机器回来就能够生产的一定会杀价竞争 一定会杀价竞争 所以有独占跟寡占利基这个什么意义 我举个实例 比如说以大台北地区 国内而言来讲 像我投资里 在我投资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比例比较重的一个标的 就是像天然气公司 目前在台湾只要你在基隆以南 宜兰以西 淡水河以东 龟山以北 龟山以北 再包含高雄县市 只要你洗澡吃饭用到天然瓦斯 我都赚到你的钱 包含人生的大事 出生的时候洗热水澡 用天然气洗热水澡 包含现在国内的最后人走的时候 最后送中的时候用天然气 锅乳 火化乳 所以这样不管你有没有钱 都要用的这个产业 国内所有的天然气公司 从成立挂牌上市柜的天然气公司 在固定的 在一个区域里面唯一独家 唯一独家 它就是独占 独占 而且不会有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再来一件事 这些天然气公司来讲 所有天然气公司在挂牌之后 没有一家公司亏过钱 这很有意思 而且随着天然气的普及率越来越高 怎么说呢 像其实我们在南港这一个摄影棚 这附近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边有很多的房子正在改建 整建 这些房子在未来在改建的时候呢 请问它还会用瓦斯桶吗 肯定不会用瓦斯桶 要么用天然气要么用电 所以像我来讲的话 除了天然气的一个布局来讲的话 这对我而言它就是一个一辈子投资的标的 另外来讲的话呢 我同时又持续的投资发电厂 那你说教官台电亏翻了 台电都要政府拨补 这是叫台电 可是台电要跟民营电厂去买电啊 那么这些民营电厂来讲的话 所以我就投资了国内市占率高达30% 就是发电量占民营电厂 超过30%的民营发电厂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未来不管你选择 你夏天 你夏天吹冷气吹得很冷啊 像说摄影棚里面就很冷啊 吹得很冷我的电力公司赚钱啊 你到冬天你去泡汤天然气锅炉 包含天然气的游泳池 现在也用天然气锅油 为什么 因为过去的几年国内政府已经废除了 几乎就废除了 重油锅炉的许可证 包含工业区的重油锅炉许可证 那这些重油锅炉最后就改成天然气锅炉 那就是像老师讲这个天然气 因为其实天然气有很多标的嘛 那我们到底投资朋友要怎么样来去选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很像听信 这种网路上啊 比如说会推荐拿鸡档拿鸡档就去选 那老师你是怎么来选择这些标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选择标的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选择标的来讲的话 我有七大心法 我的七大心法是这样子 关键指标 我特别喜欢的值利率高于5%的时候 当值利率高于5%的时候呢 我觉得 因为我们会有所谓的资金成本 那这样的一个资金成本 比如说像很多朋友知道 我会去把银行的房贷 还清的房贷 我会去搬过来去赚取利差 那我的资金成本大概就是2% 那我会再去买值利率高于5%的一个标的去选择 那这样的一个选择来讲 当值利率高于5% 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嘛 好 那在目前在上市 上市柜的天然气公司 以上是柜公司 天然气上市柜公司来讲的话 目前本益比 本益比也是一个衡量的指标哦 本益比在关键指标里面其实它是一样的意义 比如说本益比20倍 它是什么意义 它就是假设一家公司每年赚一块钱 假设这一块钱最大能够配给我们的能力一块钱 我用20块买进 那这就相当值利率5% 所以本益比20倍 其实这也会是我一个参考的 运用的一个方式 在新法一来去做融合 那再来呢 其实我想我退休以后 其实我有更多的时间 我把我的一个新法我就自己写程式 因为我以前在资讯部门 那都自己写程式这样 其实我从少尉开始 我到任何一个职务 我就自己 我们叫做End User Computing的一个方式 我就是自己使用者制线系统 我很喜欢把我的业务资讯化 所以我少尉的时候 在联勤203冰工厂 我当时把我的人事资讯 因为我们冰工厂大概有一千多人 我就把这些资讯化之后 以前我前面那个学长要做的这个工作 他三个月能够完成的 我大概只要半天的时间 我就把这些东西通通就完成了 那剩下的时间 其实我们就拥有自己更充裕的时间 在提升自己啦 进修啦 那包含后来我就 其实我是不太喜欢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所以我在后来冰工厂之后 我就自己请调到中正机场 因为我以前学国际贸易的 我学国际贸易的 我就请调到中正机场去负责军品的进出口 那当时到冰工厂 到那个中正机场我发现一件事 所有东西都要资本 一样东西重复在做 完全没有资讯系统 于是我也一样啊 使用者资讯系统的方式 我自己就写了一个物流系统 后来整个单位都在运用嘛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不需要在承办人 一定要在办公室的时候 所有各军种各单位的只要他想要查他的货 目前通关了没有 现在出口的一个状况 进口状况什么时候 分运到仓库去 那这些资讯来讲的话 只要任何一个人接电话 他都可以帮你来来去处理吧 所以你后来也是用这样的系统 用在投资股市上 对所以后来我就是 既然我那么喜欢投资股票 我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我是商科毕业 我是商科毕业来讲 会计也学到中快 那么我就想说 那何不就是把我自己的 商科的背景再结合我的一个资讯能力 我去自己写一个 我自己投资可以用到的资讯系统 对那再来就是说 当我去做选股的时候呢 我特别注重的一件事就是获利能力 什么叫获利能力呢 获利能力就基本上我们着重在 他的一个本业的一个获利能力 那有些人很喜欢去追逐一次性的利益 比如说某间公司可能他卖了土地卖了厂房 EPS突然大增 很多散户就进去追 比如说其实如果说一次性的利益 让你增加EPS10块钱 那市场上就可能 散户就可能又乘以20倍 乘以15倍的股价进去追他 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一次性的利益 明年还会不会有 不会 所以我着重在本业获利能力 他必须要稳定 赚得稳 其实他才是比较重要的 不能去追逐那种一次性的一个利益 那再来呢 新法三鼓励政策 我特别着重的一件事就是说 鼓励政策呢 他要稳定 比如说呢 像电信类股 像电信类股的 他的殖利率来讲的话 大概都借在5%上下 长期大概都在5%的上下 那可是呢 如果说景气循环股 比如说中钢 中钢好的时候呢 一年可以配到3块1耶 可是他不好的时候 一年就是配0.3 0.4 那你说中钢他不能买吗 景气循环股跟非景气循环股 其实他的方式不一样 像一般出入股市的投资人 我会比较建议他应该一开始进股票市场 我们除了ETF以外 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我们选个股来讲 应该要选均的是非景气循环股 因为为什么 如果在民国96年 我一进股票市场 我就买了景气循环股 97年碰到金融海啸 我一定大亏 我一定腰斩 这时候呢 我会失望的怎么样 离开了市场 那我就不会有现在的我啊 那可是因为96年 我进到股票市场的时候 我买的就是非景气循环股 即使碰到97年金融海啸 我发现 97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反而大家不会因为 97年金融海啸 大家不吃饭 不用瓦斯 不用天然气 不用电话 景气不好 反而更要打电话 以前一分钟还要10块钱 所以讲越久怎么样 我赚越多 所以呢 在股力政策来讲的话 我特别希望一家公司 我们怎么样去看一家公司 这景气循环股 有三个时间点 97年金融海啸 104年大陆股灾 109年台湾疫情爆发 这三年的一个时间点 如果一家公司的获利 获利它的EPS 蛮有大幅衰退或亏损 那基本上来讲 它就比较属于非景气循环股 那比如说 那怎么叫景气循环股 在疫情过去的三年 109、110、111年 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司 它是属于景气循环股 怎么说 我比如说钢铁 对 生医 医药业 口罩啦 钢铁 还有当时有非常多的一些航运 那都到天价了 那这个东西来讲 它是因为全球工区失调所造成的 因为全球封城 全球工区失调所造成部分产业的特别好 那像这样的情形反而我在那个时间点 我处奔掉手里面的一些像散装王 慧阳 就会比较保守一点 我把它处奔掉 因为为什么有三到十倍的获利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 当疫情恢复的时候 全球又开始要恢复什么 尤其东方人 最爱的是什么 杀价 那这样的一个杀价来讲 当全球恢复秩序的时候 供需决定价格 这是经济学的一个理论 这我们不用多说嘛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一个 一家公司股利政策 这是属于非景气循环股 长期持有的部分 那另外还会去配置 等一下后面会提到 就是我还会去配置景气循环股 怎么样配置 好那再来就是说 公司的护城河 有独占利基或龙头地位 有些产业 有些朋友会问我说 教官 是我们投资 是投资一个产业就好 还是可以投资很多的产业 其实我个人的习惯 我会各个产业 我们可以去选择各产业的一个领头羊 为什么 因为各产业有不一样的景气循环 那不同的一个产业 除了非景气循环股以外 其他的景气循环股的 他的景气循环 你去买进 为什么要买进产业的领头羊 因为产业体质不好的 最后会什么 倒掉 当倒掉以后 这个产业体质比较好的 他会活下来 活下来 等下一次的顺风的时候 那反而 这家公司未来可能就拥有了一个定价权 那到底老师这后续 这资金是怎么样来去做配置 老师是怎么样来去做选股的标的呢 我们休息一下 持续带您来关注 好 回到专程放大树 刚教官跟我们聊到了前面的四大心法 但是接下来我们也想要请教到教官 就是你的资金配置 还有你到底是怎么选股 你要去怎么样去挑选 你觉得比较适合的股票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 那我 心法案五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主要的资金配置 在民生消费为持股核心 我经常信 我早期刚开始投资的时候 是几乎全部都是民生必须 民生必须 那寡占独占 那后来来讲的话呢 到了104年的时候 因为大陆股灾 我发现了有很多的景气循环股 它的本益比大概只有十倍左右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而且到了104年 其实存股足越来越多 因为像教官这类的老师 就是一直不断地在分享存股的好处 所以呢 在 非景气循环股 还有定存股的一个股价 就一直越来越高 只利率相对较低的一个状况下呢 这时候我发觉 那么当时在很多的景气循环股 包含连电子股 其实它的股价都相对的非常的低 所以当时在104年开始 我就开始去少量地 慢慢地去布局景气循环股 那些比较低位阶的股票吗 对 那为什么会去选择十倍本益比 因为十倍本益比来讲的话呢 它代表了一个意义 如果这家公司它未来赚钱 它能够分配给你的 它分配给你的 那么 假设通通都分配给你 假设十倍本益比它赚的钱分配给你 那就是10%耶 那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当时所建制的 就是买的一些股价 到现在来讲的话 有些 比如说像杨博 杨博当时最低 我记得我的印象是跌到17块左右 那现在好像在100上下了 所以呢 像资金配置来讲的话 在104年我开始 去配置一些景气循环股 那一直到了 109年 109年疫情爆发之后呢 开始全球供需失调 我就开始陆续处分掉一些景气循环股 因为它有些两倍三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春圆我买10块 我卖了多少 33块 中赞宝也买在15块以下 因为这都是我长期信托的 像中赞宝我长期信托 那我就扣回来嘛 我全部卖掉 它最高好像涨到快40块 我卖到 一样卖到33 像信邦 因为刚好 信邦这张股票 它因为我当时买的价格是28块 后来我卖在大概是280到300 因为它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在大量转换 像有一场个股叫巨祥 也是20几块入手的 它是那时候逆风 它现在又下来了 因为我是在它员工任务全证大量转换的时候 我就把它卖掉 它后来又发行可转换公司在 所以呢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说 那我这样资金抽回来以后 我就会再去做资产的一个配置嘛 那我长期的资产的配置在 今年目前来讲 目前的配置大概是 八成的非景气循环 两成的景气循环 那经常性未来还是会调整到 可能在六成的 六成的非景气循环跟四成的景气循环 这样有什么样的好处 这样的好处是说 景气循环我们不景气循环股 我不会在一档个股 市场都看好的时候我进去买它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时候股价相对较高 那再来一件事 未来只要它获利衰退或亏损 它的股价修正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就像我们老师讲的 这个进场诈位的部分了嘛 那老师是怎么来去做选择的 那我先把配置讲完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配置 未来在逆风的时候 我非景气循环股 有稳定的知习 可以供应我的生活 甚至于它可以怎么样 多余的钱 我可以买进价格更便宜的景气循环股 在低档 未来顺风的时候就会翻倍 所以进场价位的一个选择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我会去选择 现金股息20倍以下 那你如果要用现金股息的时候 比如说现金股息一块钱 这什么意义 现金股息假设给你一块钱 股价20块 那这样子指利率就是5%吗 那如果说 你要用现金股息请要记得一件事 它公司赚的EPS 一定要大于现金股息 那不然这样我感觉就是你 公司可能借钱来分配股息给我 这样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用本益比20倍来去计算其实也OK的 好那再来新法7 很多投资人往往在个股在逆风股价在修正的时候 他会觉得就是说 个股在修正的时候呢 那我又赶快跑 我个人不是 我个人的想法是他为什么修正 他的修正的原因 其实市场上每个人机位成本不一样 像主播的薪水比我高 你的所得税率一定会比较高 当你的所得税率比较高的时候呢 这时候你去买中华店的实质报酬率 跟我买中华店一样价位的实质报酬率 我肯定不见得会比你 我肯定实质报酬率不会比你高啊 因为你要缴的税可能会 要缴的比我还要多嘛 所以这时候来讲的话 市场上每个人因为机会成本的不同 股价当然就会波动 那可是我们只要专注于我自己的选择 就我个人选择某一档个股 如果你具有对一档个股逆风的时候 理性才能够解得到便宜 就像多年前 中兴电工因为云豹甲车弊案 跌到16块9 我那时候我就花了大概 我就买了33张16块9 现在中兴电工 虽然中兴电工现在100多了 我已经卖光了 我卖到大概在40几到50几块 所以在逆风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就是说 它是一次性的因素 还是经常性的因素 这时候世纪加码 那反而未来在顺丰的时候 你可以赚更多 那就是像老师刚刚跟我们提到 这个资产配置这一题 那老师刚刚也说 之后慢慢会把非锦气循环股 弄到六成 那这个六成 接下来老师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 你接下来的资金配置 你会来怎么做吗 目前来讲 这是我最新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 在油气燃料的部分来讲的话 目前大概是百分之四十 那可能 电视上面的观众可能会问说 教官欧洲 欧洲能源危机的时候 在乌尔战争的时候 欧洲很多天然气公司倒闭 为什么台湾的天然气公司没有事 那是因为欧洲的天然气 包含日本的天然气公司 他们自己要去进口天然气 他们去承担价差的风险 那国内的天然气 通通都是由中油去进口 那么国内的天然气公司 它赚的钱是叫做搬运工的钱 它就是从中油那边搬到你家来 这些管线的这些固定的费用 每一度大概是两块多 所以不管国际天然气的成本如何 对天然气公司蛮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今天送出来的天然气 中油送到大台北瓦兹的天然气 可能两天就用完了 一天两天就用完了 他们有囤货的压力 所以国内的天然气公司来讲的话 之所以完全不受乌二战争的影响 就是这个原因 好那再来一件事就是说 金融保险 我为什么会有配置一些金融保险 那是因为我在前年 101年的时候 我去银行搬了1350万 因为我把我几乎要还清了房贷 我再把它搬出来 多搬一些 因为101年我去跟银行搬钱的时候 当时的房屋的价值到了111年的时候 111年的时候一定翻倍了嘛 所以可以搬更多 于是我就直接把房贷还清之后 直接搬了1350万 那你只要去买进5%的标的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赚很多 于是我当时跟赵锋银搬钱 我后来我就去买了一些赵锋银的股票 因为为什么 我每个月要给他利息嘛 所以金融保险当时 而且他当时的股价相对较低 因为109年疫情的关系 好来再来运输观光 你说教官运输观光 在疫情的时间其实很惨 但是其实我在运输观光里面配置最多的 在座各位你知道出去采访新闻 几乎都会去坐高铁 好那你说教官高铁高铁有什么好做的 我反而高铁是这样 高铁因为在采改案之后 它有叫做一个平稳基金的一个机制 这一个平稳基金的机制 现在高铁每年提拨100亿到平稳基金 在逆风的时候 高铁只要在逆风的时候 这平稳基金要挹注给高铁 每年至少保证它获利三十几亿 所以为什么在疫情期间 高铁是不是配合政府政策减斑梅花座 营收大减还能够配息 获利和EPS还能够证数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每年提拨100多亿到平稳基金 很多人不懂财报人 他就看了高铁 为什么它的业外损失100多亿 不是 它每年的100多亿 那就要提拨到平稳基金 所以高铁即使罢工一年会不会亏损 不会耶 因为为什么 平稳基金就要溢注回来 好 那所以在有生之年 很难看到高铁亏钱 因为为什么 因为去年高铁还是提拨100多亿 今年高铁预估还是会提拨100多亿到平稳基金去 那除非说高铁年年亏钱 那一直回补回来给它的不够 所以运输观光来讲的话 另外像这里面 我有两家饭店股 那这两家饭店股 基本上在台湾跟美国 有非常多的不动产 饭店出租 所以在疫情期间 它还赚钱 在疫情期间 国内很多饭店股 像洛基这些都很惨 它反而是赚钱的 那我们除了运输观光 有看到15帕的配置 其实电信网路 老师这里其实也配置蛮多的 像这个比如说四方 中华电信的四方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现在出去吃早餐 三大电信里面 像中华电信台湾大 另外还有就是 有线电视宽屏 有线电视宽屏 另外还有中华电信的四方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发现 现在出去外面餐厅 不管吃什么 它就叫我们扫QR Code 这通通都要支运系统 这支运系统要放哪里 很多就放在 Data Center 或放在我中华电信的机房 四方的一个机房 那这个 未来它租金调长 你要不要付 要啊 就像最近微软又跟我收钱啊 Office 365 它涨价涨了百分之三十几啊 我要付 我已经用习惯了 所以 像这样的东西来讲 包含我们家 我们家的猫哦 我们家的猫有三个镜头对着它 它上厕所 对不对 它什么 那未来宽频网路会成为水电瓦斯以外第四个家庭必备 那所以这样来讲它也是属于一个飞景器循环 那但是它比较担心的就是杀价 但是产业之间来讲它有个默契就是说 其实它们包含三大电信它们都有集团交他直股 所以最后来讲都还是会在一个恐怖平衡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样的一个配置来讲 主要大概 目前大概是有八成的是属于飞景器循环 两成景器循环 那老师像比如说以现在的布局来看的话 大家会比较好奇说 看起来都是长期持有嘛 对不对 那你出场的时机是什么 好 一般我出场的时机是这样子 我也考量一档个股 如果它当它的本益比超过30倍以上 如果它又是属于短期性的因素 市场炒作 其实因为政府鼓励当冲啊 所以我们看有时候一天的当冲量 甚至于在两成三成的一个比例是属于当冲 比如说有一档个股 在有一档个股在前几年 新闻传出来说台积电买走所有的绿电 买走台湾所有的绿电 有一档个股叫做绿电 绿电股票代码六四六四 它从十几块标到一百块 那这就很好笑啊 这个绿电它不是发电厂 这个绿电六四六四这个是 3C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的资源回收商 叫做资源回收之后 它是再处理厂商 它就是做资源回收 因为我以前去开过它的股东会 我对它非常的了解 那所以说如果说一档个股 因为市场上面的短期因素 市场上的草基做因素 或者其实绝大部分的散户 其实它是属于不理性的 它只看到绿电 这字一样 比如说像中兴电 中兴电曾经有粉丝就问我 教官中兴电 它那个电业法通过对它有没有影响 我说它不是电厂 它说原来它不是电厂 很多投资人我发现了一件事 它是看名称在买股票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真正投资人你要把自己当作一个 经营者的一个角度 认真的去看待一家公司 比如说像两年前吧 应该是两年前 我出清了一档个股 叫做大气垫 我从当时买进的价格在30块以下 我陆续往上出清 最后出清在70块左右 为什么我出清在70块左右 因为我有很清楚一件事 因为当时大气垫 它属于气垫共生 它的燃煤报价 它是用前一年能源局 给它的一个成本来去计算 那因为每一年之间的波动很大 所造成的就是说 前一年可能煤价 国际乌二战争煤价很低 可是实际上我现在市场价格很高 因为乌二战争之后很高 那这时候会导致一件事 会导致一件事 我成本很高 我上半年亏损 亏损股价就会怎么样 向下走 可是市场上投资人没有想到 它是用一年前的煤价 可是乌二战争之后 煤价涨高了 过了一年之后 这时候是高成本 可是煤价下来了 这时候大气垫大赚 散户就进场追了 所以其实在股票市场里面来讲的话 认真的人其实你还是能够获得你应该要有的利益 那当然你如果说 你只是想要去听人家报名牌 那我觉得这样你能够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通常是运气 可是像观众朋友很多 可能比如说像是投资小白 我不太懂EPS 我不太懂这本益币我要怎么看 那老师教官会建议选择 比如像是0050 或是一些ETF这种标题 比如说啦 其实我们来讲啦 就是说0050来讲的话 我们叫做市值型 0056高股息 那其实0050跟0056其实发展的过程 发展的历程 就是经过多少年 其实好像是差不多了 那你有没有发现0050的股价 它标非常高 0056的股价 现在好像长年大概都在20几 好像今年目前大概是30几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0050来讲市值型 它就是市值前50大的拉进来 你5049 50那种上上下下的 这个有时候就会踢掉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 它是以市值为标准 那当然市值目前来讲 这50大拉到这里面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 让它的一个净值很高 那可是0056呢 0056它号称高股息 我们常常听到的高股息 高股息我们公司配息 是依据去年所赚的钱 今年来配 那可是比如说 我们来看很多的景气喜欢股 往往是去年很赚钱 比如说航运去年很赚钱 航运去年很赚钱 今年有没有掉下来 有啊 今年掉下来很多啊 当你掉下来很多 可是当你获利掉下来很多 股价就会大幅修正 当你股价大幅修正的时候 这时候你还去从 去年的配息来去当分子 今年的股价当分母的时候 你的殖利率当然会高嘛 那这样的殖利率高 是不是就纳入了0056 当我这样纳入0056的时候 那有可能就是 你会不会 其实0056里面 它的景气循环股 其实又更明显嘛 你可能去买到一家 可能衰退的一个个股嘛 那当然我也不是说 这两家公司各有优劣 因为你0050的 你殖利率相对就会低嘛 因为它的本益比相对较高嘛 那其实就看 散户的一个需求在哪里嘛 有些散户他喜欢拿的是什么 有些散户他喜欢拿的就是说 我固定收益嘛 甚至于说我比较稳定收益 你的净值怎么样变动 我不care嘛 那高资产的族群 他反而觉得我股息拿的少好啊 我公司 我投资标的的净值成长 我少缴税啊 不然现在政府 最近不是又要 那个打我们那些什么证券交易 所以 希望从这个证券交易里面 再去刻那个补充健保 他说 因为我们的 我也不好讲谁啦 我们某政府官员说 那个 这些股息收入是 是不劳而获 那其实我们小散户大家都不太开心了 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啦 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刚刚你所提到的 有些人可能不懂怎么EPS 不懂怎么EPS 我必须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念 投资是一辈子的事 我们工作没有办法一辈子 但是你投资是一辈子的事 那么既然投资是可以一辈子 我70岁我80岁我都还可以做投资的话 那么你现在任何一个时间点 这个起点开始来 学习投资 具备投资的专业知识 其实我觉得都不嫌晚 而且很必要 非常谢谢赵官的分享 那到底为什么赵官他会选择 辞去他赵官的工作 来选择投入这股票市场呢 我们广告和休息一下 持续带你来看 好 回到这个赚钱放大书 我们刚刚前面也跟大家观众朋友聊到 说教官其实现在他一年是可以领到 440万的这个股息 但是其实他之前这教官的工作 其实也赚了不少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他毅然决然地 持续教官这份工作 其实我在96年的时候 之所以会考教官 我97年去转教官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国防部有一阵子的时间 每天凌晨两点离开办公室 那每天凌晨两点离开办公室 回到家我就在思考 为期半年的时间 根本没时间花钱 根本没时间花钱 我就在思考 难道我的人生就要这样了吗 那刚好好巧不巧 我们在陆军司令部里面 刚好开了一间超商 那时候超商上面不是有财经杂志吗 我就翻一翻我就发现 其实现在还有蛮多的股票 还蛮不错的 而且那个年代 在民国96年没什么人在去看说 一家公司每年稳定配息给你多少钱 那时候很少人在看 我就发觉一件事就是说 那么我每个月 我既然那么忙 没有时间花钱 那么我每个月拿五万块出来 来投资这里面一些不错的标的 应该还蛮好的 于是我就选择开始投资 一直投资到103年 因为我那时候请调到 转军军教官之后先到高中 高中教官的薪水很少 高中教官薪水很少 一样是中校高中跟大学差非常的多 可是我在申请提前退休前 101年我请调到大学 我到大学之后呢 因为大学的薪资高很多 真的比高中教官多很多 那么比照副教授嘛 那所以我们发现了 所有在大学的教官 几乎都做到最后一天 好那可是我到了103年 这是我去思考 因为已经连续三年 被动收入都超过百万 好那被动收入里面 还超过百万以外 103年被动收入还超过了 我的薪资收入 那你知道你的所得税率 其实你会变高 那人生你就会有一个选择嘛 我可以继续做 我如果继续做还可以 那个阶级还可以做六年 我不考虑升官的问题的话 我还那个阶级还可以做六年 可是我这样思考 就是我申请提前退休下来 就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我专心照顾我的小孩 甚至于我平常日 我全家有时候出去演讲 像有一次我去花莲演讲 回到家是17天以后 你问为什么 我只要出去演讲 或者出去我就全家一起出去 有时候吃个早餐就到花莲宜兰 那这样的生活 其实包含平常去住饭店 这些开销 平常住饭店跟家人住饭店 至少是打一半 一半的价格 我想很多 包含大台北地区的人都不知道 你去巴黎 去巴黎路边停车阁 什么时候收钱 一到六 它只收六日 礼拜一到礼拜五 路边停车阁不收钱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说包含现在有很多的停车场 不管像现在有很多挂牌的一些 富尔通域 City Parking这些的停车场 现在还有平日假日差别费率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我申请提前退休下来 我可以专心照顾我的家庭 然后比较自由的时间 是 那再来就是说 我可以更 更专注于我自己的长期投资 甚至于说我会做更多的 就像我退休以后 我就开始重新识回我自己的兴趣 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写程式 我以前很喜欢写程式 去把业务资讯化 那当你看到股票市场上面 有很多的data 这些data来讲的话 那么我这些程式在跑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更有感觉 就像今天在录影前后 其实我就跟你们的一些工作人员 我就在跟他分享 就是说我这程式上面的一些 包含可转换公共债 股票市场的一些鬼故事 其实我蛮喜欢去做 这些市场的一个研究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当你在努力工作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你每一分钱拿来 妥善的打理 让他为你赚钱 对 可是就像赵官刚刚说的 赵官你当初一年 一个月是拿五万块出来投资 对 好 那如果今天我是小资助 一个月我身上 大家现在可能都没有那么多钱 我薪水也没有那么高 那你认为你建议说 应该可以拿出多少的资产配置 拿出来投资 那我应该是要集中 还是我应该分散 好 那我们来谈集中或分散 我认为就是说一开始来讲的话 你要投资的标的 是你可控制的 比如说 你至少要熟悉 比如说你要投资五党 那你至少要熟悉这五党公司 到底是干嘛的 这五党公司它的获利的利基 它在产业的一个领导地位 或者这家公司 它未来有没有被取代的一个可能 如果说你只是去设飞标来讲的话 这一百党你也不见得会中 那我能不能就直接选像这些全职股 比如说台积电 联发科这些 好 那你从历史的轨迹来看 台积电 联发科 我先讲了 光台积电跟联发科 台积电跟联发科 在历史的轨迹上 以联发科来说 联发科它好的时候很好 对 可是不好的时候就腰斩 那散户来讲 抱这样的一个股票来讲 它为什么会腰斩 它逆风的时候股价可以到500 碎风的时候可以到100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看到联发科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来 可是大家的心态会不会想 比如说我今天是散户的心态 会不会想说 反正我也是长期持有 我就当做存股 它一定有一天会再起来 好 那比如说啦 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我不能说联发科台积电不好 因为台积电联发科 它拥有全台最专业的人 都被它给抢走了 对 对不对 全台最优秀的人都想进台积电 基零八科 可是呢 我们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说 那么当你散户去买进一家公司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就是比如说三星 三星在多年前 在Android很盛行 Apple 那个iPhone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Android的那个年代 包含我们的HTC HTC也曾经 曾经一千多块啊 星光晶在这里面也跌了一跤 亏了大概40亿嘛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确保 它在产业拥有领导的地位 而且后面的竞争者 它不会长大 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竞争者在干嘛 我曾经在某一个环境 那个在读书的时候呢 那个班队是有 我们叫做踢屏制 那个踢屏制是这样子 那踢屏制是他要抓最后几个把你踢掉 就是把你退学 可是呢 我就有个同学 他每天上课在睡觉 你就问他干嘛 你说你晚上都在干嘛 他说晚上我回家都看电视看很晚 结果有一天 太太们这些大家聚餐 太太说 我先生每天晚上看书都看很晚 你怎么知道你的竞争者 他会不会长大 所以我不能去评断说台积电联花科未来会不会一直好 但是我可以确认的一件事 我所投资的飞景气循环股 目前至少在十年内 二十年内无所取代 那就像老师你说的这个飞景气循环股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可以才一直做这种持之隐痕的事情 可以报股报这么久 重点其实我觉得这是关键的问题 当你买了一间房子 假设你现在买了一间房子当包租工 每个月如果有固定租金一万块 这时候如果你附近房屋的成交价格腰斩了 你会不会紧张 如果你还是能够拿一万块的租金 其实你不会紧张 你可能还会想 我这时候应该可以有更多的 再去买一间我的殖利率反而是翻倍 所以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 你到底能不能对你投资的标的有认知 它是属于短期的 非一次性的 如果是短期的一个逆风 对我而言来讲 我反而会趁这时候进去买 好那像老师说像这个时候进去买 那到底现在 比如说我们以现在来讲 有什么低档可以布局的产业 可以跟投资朋友来做分享吗 现在低档布局的产业 你觉得现在有低档的吗 都蛮高的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的话 就我个人 我坦白说 我今天来录影的路上 我买了什么 你要买高铁 还是在买高铁 为什么 很简单啊 高铁今天 你们应该不能爆牌 我很简单一件事 高铁今年的获利 有没有比去年前瞻季好 有 有 EPS今年的前瞻季比去年好 那高铁未来会面临的问题是 要不要涨价的问题 高铁如果不涨价 那么未来高铁的营运成本会不会增加 会 电费会增加 还有新的车子进来会增加 再来员工的薪资会增加 可是如果高铁未来涨价 那就不一样了 那这是第一件事 现在暂时不涨价的一个状况下来讲 高铁明年 今年赚的比去年多 那么去年 去年配一块二 那今年 今年赚的钱明年有 就是今年配一块二 那今年赚的比去年多 那明年有没有机会配一块二 有嘛 那现在跌到28块7 殖利率4%多 再怎么样也是比定存好 再来一件事 高铁因为特许期 大股东是交通部 那么未来 基本上 在我有生之年 我应该看不到高铁亏损 你说教官你怎么可以那么笃定 他每年提拨100亿出来 到平稳基金 这个平稳基金未来是要义住回来 那你说教官 高铁买了那么多车厢 未来 未来高铁的 会不会有招移就亏损了 你讲的问题 我们也要思考 没有错 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高铁搞得跟未来台铁一样 28年不涨价 会不会亏损 这个问题来讲的话 如果是这样成本增加 那就有可能会亏损 那但是呢 我刚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在他未来面临这个问题之前 他每年还是提拨100亿到平稳基金 那平稳基金的机制 就是高铁亏损的时候 至少要回补回来三级 让他获利三级亿 所以我们也才会看到 过去的三年 为什么高铁即使减斑没花做 都还能够配到0.7 EPS都还能够有0.7 就是这个原因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害怕风险的人 你说教官 我买个股我会怕 那很简单啊 刚那个亚卓这边提到的 ETF 你就去选你自己 你要选高股息 你要去选殖利率 要做好功课 有这么说 但是对 你功课 你选ETF还是要做功课啊 为什么 你前几年买到中国的全死啊 中国相关的 不管哪一家投信发的ETF 几乎都腰斩嘛 对啊 对不对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做功课 当你把你自己的财富 寄忘在别人的手里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这个认知 那你不要说亏损的时候 才来说 怪谁怪谁 谁叫我买了什么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教官的分享 也跟观众朋友分享了 这个七大心法 还有老师的这个投资不许 不过也是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了 如果你要投资之前 真的一定还是要自己做好功课 不论是个股还是ETF 只有自己做好功课 才比较不会出错了 好 老师现在我们想再继续跟你聊一下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这个高铁副手 对 除了高铁之外 你觉得还有没有拿智商品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 那个投资小白就 投资天然气就好了 比如说 天然气是很想我们的心态 天然气我们都像心态 心态 然后目前在这样子的样子